第一个就是要,嗯,也许刚刚这个,这个问题哦,比如说是否正确,YES或NO的话 当然你可以几个阶段哦,你也许做完这个 呃,其实你可以分阶段做,比如说逻辑判断之前,你先做出现的长度 然后呢,把它复制起来,选取这个公式啊,取消掉 在这边插入一个,这个时候呢,我们等于是延伸了,下,大概是 下个礼拜的是逻辑,我们先用哦,一幅,那一幅什么条件,刚刚那个条件 这个的长度,有没有,那你可以自己在这边打,如果等于什么,等于10的话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这样就是YES或NO,就YES,所以你就打一个Y好了 反之的话就是,NO,OK,好,YES或NO,按确定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把它自装好了,然后往下填满 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有没有,正确的,那只是多了一个IF啦,多了一个IF 那,性别的部分,其实也类似,如果你性别,你一次做不出来,你可以分两次 什么意思呢,你可以先插入函数码 先利用文字的那个MID,所以你往下找那个MID 这个MID,然后把文字给他,就是他的身份字号 START,从第几,START意思就是从第几个字,从第2个字 几个字 一个字 所以回来他会告诉你,是一个字 好不好,跟着一下,是哪一个,是1 不过特别注意哦,这个有一个不同点,就是说,这个1 跟这个1,你会发现,有没有不同 前后有没有,有什么 双引号哦 有双引号的话,表示这个1,它是文字的1 它跟那个没有双引号的1,是 不相等的 这个观念要有哦,因为如果你没有 你会判断出 判断不出结果,因为之前有同学就遇到这样的问题 按确定 好 那往下填满 他会自动帮我把那个性别 但是问题,我性别不是要这个啦 我是要怎么样 我是要男或女,所以可以把它剪下来 我的希望是把它剪下来 不要,等号不要选到 后面也剪下来 再重新插入一个逻辑函数 一辅 然后把刚刚的东西贴上 特别是要等于的时候 请务必注意哦,之前有同学就直接输入这样子 结果全部都是什么 都是女,为什么 因为他永远不会等于的时候 记得要怎么样呢 前后请你 加上这个 双引号 没加的话 一定不会正确 这个非常重要 OK 在eSale里面 文字跟数字是不相等的 如果你用文字函数做出来 他反还回来就是文字 但是如果你用数字 函数做出来 他反还回来就是数字 这个观念很重要 很多人觉得好像 不过最后结果 你会发现不一样 OK 那如果是 这个是男 反字就是女 所以你就打一个男 那 eSale里面 当然你打完之后 你不用双引号 他会自动加给你 自动帮你加 表示这个是一个文字 这个部分他不会自己加 所以你一定要自己打 反字就是女 OK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完成了 按确定之后 他就会自动帮我判断 往下填满 就判断出来 OK 所以利用那个 文字函数 配合if 可以做出很多的效果 下个礼拜还会再讲 逻辑判断 如果你不是说 只有男 或女 以后内政部好像有演绎 就是说 他已经 不要 还有 123 那怎么办 你又变成说 逻辑判断里面 还要多一个 多种判断 那就头痛了 可是你想说老师 那一幅不是只有 只能判断两个吗 其实 如果你还要再判断 没关系 你再把它剪下 再贴回去 再判断 OK 你可以一直判断一直判断 逻辑可以非常复杂 这个下个礼拜还会再讲到 叫多重 多重逻辑的时候 你可以用 多重的方式来做 其他的这个练习 我想各位在自己玩玩看 比如说前面后面 取前面的取后面的 然后还有 去除这个 Trim 这个用的比较少 不过 这个Trim 大部分是用英文的 因为它只会 它一定会留下一个空白 所以中文好像不太适合 中文的话可能用别的方法 才能把那个 空白给去掉 比如说你这边 理论上中华民国 它是用 我们用文字里面 那个 Trim 这个 这个 删除字串 多余的空格 多余的 按确定 你把 中华民国这个拿 给它之后 你会发现 理论上我们是 希望它不要有多余的空白 可是 好像不对 中华民国 出来怎么会 中间还是有空白啊 因为 这个是用在英文的环境下的 英文一定会保留的空白 但是中文不用留 所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用到别的 用什么 你可以用其他函数吗 这个不OK的话 但最笨的一定是自己删 聪明一点 你可以用什么 用replace 或者用subtitutue也可以 subtitutue呢 将字串 中部分的字串 以新字串取代 或者是replace 这边也有 就是以不同的文字取代 OK 那这里的话我用subtitutue好了 比如说按确定 那这个test给他 中华民国 oldtest是 把里面的空白 里面空白 特别最后 你如果打个空白 移开 好像 它会自动帮你加一个什么 前后双一号 正常是应该是 双一号双一号 移到中间空白 这样表示是一个空白 就是你要把什么东西 移除掉 那移除掉意思是 直接给 没有东西 特别最后 这个观念也要有 因为我的同学 这个是指的是 我要找 里面有空白的 这个是我要把里面的空白 变成 没有 那在那个 Excel VBA里面 表达没有文字的意思就是 两个双一号 一个头一个尾中间不要放东西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 那Instant number 意思是说第几个 因为这么多空白 你要从第几个开始 不过没有 你就从头开始 按确定 它会自动怎么样 帮你把中华民国给取代 不过可能这个问题又来了 就变成这个 I love you 这个 就不OK了 所以怎么办 你是不是还在想办法 如果它是英文的 你用twin 如果它是中文的 那你用什么substitute 不过这个地方可能要再去想一些 所以在文字函数里面有很多东西 那我们要学的是 如何学会使用它 而不是去实际它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移到这边 09 什么什么 怎么办呢 第1个 等于 先给它一个什么 等号 等于09开头的 那串接的话用and 我想应该这个规则应该大家都有用过吧 串接什么 电信业者 and 再串接什么呢 串接一个 减的符号 然后再串接 and这个 门号 串接这个门号 所以and 再一个and 可是问题来了 我如果串这样子的话 不对啊 84啊 所以怎么办 REPTLEN 这个时候你要去想那个逻辑 刚好颠倒 所谓的REPT是重复什么 重复几个零 那重复几个零是根据什么 根据这个的长度 用什么来减 用3来减 3减掉 它的长度 比如它两个 3减掉2 那是一个 所以重复一个 3减掉1 两个 如果它没有的话 3减掉0 那就三个 OK 应该懂那个逻辑 不过这个 这个地方这样绕一圈好像感觉有点 比较 复杂一点点 所以我们的做法是这样子 如果你要REPT的话 要重复几次先 所以 先 再插入 第二个函数的时候 特别重要 如果你已经有公式 还在插入函数 请你用前面的这个箭头 再点击什么 其他函数 或者已经有的话你就选 然后重复什么呢 重复零 所以你就双引号零 重复几次呢 根据 3去减掉什么呢 LEN 我直接打 刮胡 谁的长度呢 这个区码的长度 刮胡 那因为它有两个字嘛 所以 3减掉两个字 剩下一个字 就补一个零 按确定 好 这个时候就零 后面还没结束 AND什么 AND 它原来的东西 再打勾 084就出来 然后面呢 其实你不用再做啦 聪明的办法是 因为减 -084 其实你可以 从这边选起来 Ctrl C 再移到后面 Ctrl V 把H4 改成 G4改H4 H4 最后呢 记得把它打勾一下 再点它两下 空点 做完了 OK应该懂那个我在做什么吧 这个等于是 可以用这个方法做啦 不过这个方法倒还不是最快的 还要更快的啦 反正我们主要在探讨 如何加快你的工作效率啦 方法不限 OK好 那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先试一下 IV加原文 来把画面前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好了 开个头啦 不要太压力 这个最后做完的结果 在云端白板上面 也有 所以你也可以参考一下云端白板 那个 那个工序在上面也有 如果你要 Ctrl C C Ctrl V 然后打个勾 其实也可以 跟我刚刚做完的也是一模一 不过建议是 一定要重做过 做到熟练为止 谢谢大家 喔 谢谢大家